大家好,俄罗斯的北溪二号天然气26号发生爆炸 那么27号,波兰政府在西波莫瑞省戈兰纽夫举行了波罗的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启动仪式 那该项目呢,通过丹麦将挪威的天然气与波兰联系在一起 波兰总统杜达、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丹麦的首相弗雷泽里克森 欧盟委员会能源干事迪特、尤尔、约根森以及挪威的石油和能源大臣泰耶、奥斯兰都出席了仪式 波兰总统杜达表示,对于波兰、丹麦、挪威甚至整个欧盟来说 这一项目开通都是具有非凡意义的 对于该区域来说,更是促进安全、和平以及加强主权的重大工程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表示,新天然气管道的开通 使得波兰获得了能源的主权、能源自由和安全 那么欧盟能源专员卡德利·西姆松 他表示,波罗的海管道是该地区供应安全的关键项目 也是欧盟推动天然气来源多样化的政策结果 该管道将在缓解当前的能源危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波兰地海天然气管道是一条从北海、挪威大陆架 向波兰输送天然气的工程 总长度约900公里 将于10月1号正式投入使用 设计年最高输期量100亿立方米 这一输期量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对波兰的年出口量相当 被波兰政府认为是天然气供应多样化 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重大战略项目 波兰石油天然气公司在当天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到2023年将能够通过该管道 进口至少65亿立方米天然气 到2024年再增加10亿 那么28号欧盟宣布对俄罗斯实施第八轮经营制裁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负责 外交与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伯雷利 今天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对俄罗斯第八轮制裁 冯德莱恩宣布全面禁止俄罗斯商品在欧盟市场的销售 增加禁止对俄罗斯出口的商品、技术以及服务清探 波雷利则宣布增加对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清单 同时欧盟还将公布为俄罗斯石油设定限价的法律基础 并采取措施 惩处逃避欧盟对俄罗斯 大家对波兰的这条输气管线不太熟悉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条管线将取代今年4月份被俄罗斯中断的天然气向波兰输送天然气的管道 波兰去年的天然气消费量我查了一下大约是200亿立方米 波兰每年自己可以生产约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卡塔尔美国已经承诺使用LNG 就是天然气的运输船向波兰提供天然气 所以未来波兰的国内需求能够满足 另外包括波兰的海的天然气的终端 它每年将增加80亿立方米 所以波兰拥有这条输气管线以后 波兰它的天然气问题就解决了 波兰的这条天然气管道自2020年开始建设 它是丹麦天然气运输商和波兰天然气管道运输商 共同投资的项目 全长是900公里 其中275公里 位于玻璃的海的海面以下 这条管线的总投资16亿欧元 其中有2.66亿欧元是欧洲投资的 也就是欧盟投资的 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是 波兰政府已经宣布 波兰驻俄罗斯大使馆 要求在俄罗斯境内的波兰人立即撤离俄罗斯 另外今天实际上美国驻莫斯科的使馆 也发布呼吁 呼吁美国公民立即撤离俄罗斯 他给出的理由是美国公民很有可能被招募进俄军参战 实际上针对的是有双重国籍的美国人 但实际上大家知道 俄罗斯是不允许有双重国籍的 俄罗斯是不允许有双重国籍的 所以现在来看 美国大使馆提出的 美国公民很有可能被俄罗斯强征入伍参军 实际上只是个借口 主要原因还是波兰也好 美国也好 介入了波兰地海 俄罗斯的北溪二号 这次爆炸事件 那么美国也好 波兰也好 最担心的就是俄罗斯的反击 俄罗斯很有可能对美国波兰不利 所以他们主动要求自己的本国公民撤离俄罗斯 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上 实际上普京30号宣布完 乌克兰南部四周加入俄罗斯联邦以后 就会针对北溪二号爆炸这个事件 有最新的回应了 这个事件实际上 俄罗斯方面知道背后是谁做的 俄罗斯方面知道 只是现在俄罗斯方面 特别普京方面要搜集证据 另外俄罗斯方面 其实也是在给国际社会一个时间窗口 让这个事件发酵 现在你看全世界都在讨论这个爆炸的事件 包括欧洲内部 所以你看普京现在非常冷静 普京现在不出来表态 你会发现普京最近格外的冷静 几乎没有什么发言 普京30号要让全世界宣布 乌克兰领土并入俄罗斯联邦 这是重招 现在普京呢 他现在最关心的还是 30号那个演讲 也就是乌克兰南部四周加入 俄罗斯联邦这件事 这件事告一段落以后呢 我觉得普京会针对北溪二号 发表电视讲话 一定会报复的 俄罗斯一定会有行动的 另外呢 这件事情呢 现在在全球正在发酵 很多呢 正在猜测是美国做的 或者是欧洲自己做的 那么现在波兰跳得很高 所以呢 下一步 俄罗斯也会教训波兰 所以现在波兰 实际上国内也有一种声音 就波兰这条输气管线 还有可能和俄罗斯的 北溪二号是相同的命运 就用不了多久也会爆炸 现在波兰有一些专家 现在也会非常悲观 他认为波罗的海 波兰 你包括丹麦 他没有能力防御 海面以下的攻击 波兰也没有这实力 那么俄罗斯是有这个能力 破坏管线的 所以呢 波兰国内现在有一种声音 担心波兰这个管线 通气以后会遭到外力的破坏 对吧 我北溪二号被你毁了 那你波兰你有管线 那又出现一次爆炸 你自己也去找吧 谁诈呢 这也是未解之谜 所以你看波兰人 他自己现在心里面也很担心 就现在整个波罗的海出现什么 其实出现一个紧张的对抗 看到了吧 波罗的海国家都加入北约了 那么加入北约和俄罗斯对抗 那么现在俄罗斯的我的管线又出现爆炸 很多人说是俄罗斯自导自演 我告诉大家 这次在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里边 储存的这个天然气 你可以从画面上可以看大量的排泄到这个海里边 总价值按现在的这个价格 天然气价格 总价值5.4亿美元 没有通气 但是这管道里边是有天然气的 里边的天然气价值按现在这个价值 在欧洲的价值5.4亿美元 就这么放到大海里边去了 就这么消失了 5亿多亿美元就没了 如果是俄罗斯自己做的 你可以想一下 对俄罗斯来说巨大损失 它会这么做吗 而且在北约眼皮底下这么做 所以一定是北约国家或者说白了就是美国做的 波兰呢 波兰一定是帮助了美国 所以你看波兰的专家学者其实很担心 就是俄罗斯如果发现就是西方搞的 那我也搞你 你看波罗的海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一个战场了 原来是在乌克兰打 现在变成在波罗的海水面以下打 那实际上波罗的海就变成战场了 整个俄乌战争就外溢了 外溢到哪 外溢到整个波罗的海方向 那么现在在欧洲的 包括在瑞典丹麦德国 波兰的华人要记住了 波罗的海现在也不安全了 包括那波罗的海三国都不安全了 俄军很有可能未来在波罗的海方向 特别普京命令海军 特别是他的潜艇部队 在海下 在你的管道附近也会搞行动 所以现在波罗的海方向成为新的热点了 说回美国 怎么报复美国 俄罗斯的现在的 现在这个高官 国防部的高官 现在已经发话了 那么如果证实是西方做的 那么美国运往欧洲的所有的RNG 也就是运弃船 都要倒霉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俄罗斯可以攻击你这些运气船 我可以截断你大西洋的通道 用什么 用潜艇 当年德国阻挡美国向英国运送补给物资 海狼战术 我把你的运输船全部集成 你的天然气船 如果证实了是美国干的 那普京一定报复 那么普京会派出核潜艇 派出攻击型潜艇 在整个大西洋围猎美国的RNG船 你不想把你的天然气卖到欧洲吗 想赚一笔吗 你把我的管道炸了 那我能报复你 把你的所有的RNG 全部炸成 那世界大战吗 你可以看到 所以这一次天然气管线 北溪二号爆炸这个事 对整个世界 对欧洲来说 是巨大的冲击 波罗的海方向就成为一个新的战场 欧元 大家知道 欧洲现在远离战争 但一旦因为这个北溪二号爆炸 欧洲卷入战场 欧洲卷入到战争 欧元的价值就要缩水了 欧元就不是现在这个价格了 所以我说 大家手里有欧元的 自己要小心了 欧元的价格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暴跌 如果真的爆发战争的话 欧洲真的卷入到 跟俄罗斯的这种冲突 在海面以下 包括它的能源设置被俄罗斯攻击 那这就直接开战 甚至引发第三次时代 所以现在你看资本市场也非常动荡 很多的资本 特别欧洲资本往美国跑 你看现在美元涨了 涨疯了 全世界的货币对美元都是贬值的 为什么 避险吗 避险吗 所以你看整个世界的动荡 整个世界的动荡 第三次世界大战 真的很有可能爆发 这是我今天的观察 现在来看 普京还是要主要围绕乌克兰战场 围绕着乌克兰南部地区 独立的攻投 加入俄联邦的攻投 这件事告一段落以后 在波罗的海方向 俄军是一定有行动的 现在我了解情况 波罗的海舰队的潜艇 波罗的海舰队的水面舰艇 它的北海舰队的潜艇 那现在已经下潜 从它这个母港 摩尔曼斯克已经消失了 那么到底去哪呢 现在西方非常非常紧张 北西二号一炸 潜艇没了 那要去哪 整个美国现在很紧张 所以说现在整个欧洲 整个的大西洋方向 实际上就跟二战 二战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真的和二战之前是一模一样 波罗的海很有可能成为新的战场 这是整个欧洲现在最新的情况 那么现在欧洲又出台 新一轮制裁俄罗斯的法案 那实际上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 会越来越差 所以我说欧洲 现在正面临着战争的风险 而美国隔着大西洋隔岸观火 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 未来欧洲方向 有更多的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